有些東西放在這裡太久 大家就可能當它理所當然的存在 但到有一天當它消失的時候 大家又會覺得可惜 深水埗南昌壓的這個招牌 你又有沒有留意過呢? 覺得可能香港不同市區都逐漸要重建 就會拆走這些地方都會覺得有點可惜 關注藝鴻招牌保育的非牟利機構 藝鴻交匯將會接收招牌 暫時送去元朗保存 但當這些藝鴻招牌日後只能在展覽才能見到 香港的特色會不會變成一種回憶呢? 南昌壓就說他們會換一個小一點的招牌 來符合發力的要求 招牌大當然好過小 吸引力高一點 但如果沒有辦法 香港法例是這樣 我們一定要遵守 好幾分 isons 权